我们是早晨9点半左右从蒙特利尔出发 我们刚刚到这里头 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要参加一次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西藏独立的这么一次游行集会 我们蒙特利尔来的大部分就通过网络 有一个叫CNUMGREPBAK的这么一个网站 我们通过这么一个网站 然后召集了好多成千上万的华人 通过这么一个网络的平台把我们召集来了 这一次呢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互相也都认识了 然后我们在车上一边来的时候一边唱歌 特别有激情的 我们认为祖国肯定是统一的 西藏从自始至终来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嘛 然后就想把这个中国心放在T恤前面 让所有的加拿大人都知道我们爱中国 我们有一个中国心 我是从沃德华本地的 我们在附近一个小镇 大概有20公里以外的地方 叫Kanata 那你今天那个照片想要告诉大家什么的 我是想告诉一下什么是真实的旧西藏 因为普通的西方的民众 他们被误导的很久了 真实的旧西藏 5%的人都有100%的财富 但是普通的西藏 普通的西方民众 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个的 因为他仍然听到都是达赖喇嘛的那一套 多伦多 怎么过来的啊 自己开车来的 是带着孩子一个过来的吗 对 因为坐别的车不方便 太小了 然后我太太怀孕了 所以说自己开车来比较方便一点 那今天其实是全家四个人来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是一个跟别的一个社团过来的 那是自己一个人还全家都过来的 就我一个人过来的 因为对 正好我太太身体不好 明天需要做个手术 为了这个这个宣纳奥运吧 也为了这个中国人 这个骨气到这来 到这个沃台华了 也顾不上赵国心的吗 是 这事 国家是大事 自己开车来的 骑也是我自己的骑 我带着孩子了 这是反正是中国人的事嘛 大家都得出点力吧 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吧 感觉挺好 人挺多 我妈妈的朋友说要来 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他在沃台华我从盟车过来的 来声援我们中国的这个反暴力的行为 支持奥运 反对政治政治化 对 开车过来的 对 开车过来的 我们几个朋友一块过来 这都是我们的朋友 很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 国力强盛 能在我们世界上崛起的一种表现吧 我作为中国人很自豪 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昌盛发展 你好 我从多伦多来的 对 你是那里开车来的吗 不是 我们是留学生组团来的 那你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激动 感觉到有这么多华人 在撒泡中国 撒泡奥林匹克 我非常高兴 我也非常激动 爱国 不想分家 支持北京 支持奥运会 我是在沃泰华的 你是留学生组吗 不 我在这边工作 我是移民 你怎么用的你来 还是跟朋友一起过来的 我跟朋友一起过来的 我们都一起过来的 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非常激动 我们就是都挺想支持北京奥运会的 作为海外的华人 我觉得这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好 开心 今天都大了 我六十八了 到加拿大多久了 六年 今天怎么想到参加这种活动 这是咱们祖国 这是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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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帐都 我们所有的人 都对加拿大媒体的不公正的报道 感觉非常的气愤 所有的人 我们都支持奥运 我们都坚持要有一个中国 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 用我们的每一滴血 每一滴 用我们的所有的全身心的去支持祖国 我对任何镇压和反对中国的各种途径 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势力 都要向他们呐喊 无论我们身在任何地方 我们都会始终记住 我们是一个中国 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非常高兴到这样来 看到这么多的中国人 为了中国的奥运 为了中国 自己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中国一定能够振奋起来 我们中国一定能够 届时成为一个世界上面的强国 同一中国人嘛 应该就出中国 同一和我们奥运 很决动 很开心 因为很多人来 很多中国人来 真的很开心 哎 您好 今天有很多人 他们自发捐款 然后捐了好多好多的钱 甚至有人都写出了 那个空头的支票 然后有人一下子 就捐了300多块钱 真的好多人在捐款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可能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 虽然在海外 然后他们都愿意为自己 就是出一份力 我今天也捐了50块钱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人 我听说他们有人 我是欧优的学生 然后卧带华 不是 多伦多 他们那边有人租了60 和自己自发 一个人出了7万块钱 然后就过来 我觉得作为我们卧带华的学生 也想为他们 就是解决一下这样的经费 谢谢 我要从多伦多 什么想法 你也想过来 因为我想 让所有加拿大人 了解中国 了解这个西藏真相 我同时还是希望所有加拿大人支持奥运 这是我的愿望 所以我们走了四五小时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来 到这里我非常激动 我看到所有这么多中国人 在这里来支持我们的奥运 支持我们祖国统一 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我们是 我是这个本地的华侨 来这儿就是为了支持我们北京办奥运 反对这个西方媒体歪曲报导 关于西藏这一次的暴乱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支持北京一个成功的爱运 多伦多 是 我们路上碰到 一看明显是中国人都互相摆手 很激动很兴奋 早上我五点钟就起来了 然后就接了几个朋友就往开始往这儿跑 我们想表达我们反对暴力 然后我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很激动 我想我们的 我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被华人能被更多的媒体听到 好让更多的媒体知道我们华人是怎么想的 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怎么想的 可以 我今天很激动 因为之前听说这边会有活动 然后我住在渥太华 所以就非常激动要来这里 然后把朋友都拉过来 然后场面很大 然后我们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而且希望就是说加拿大的各地人士 包括加拿大本地人 还有其他的民族的人 都可以真正认识到西藏这件事情是真相 然后不要被加拿大的一些媒体给所误导 很激动 然后我觉得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所以觉得很不可思 因为在国内就是不可以 就说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国外觉得 出国人会更有这种心情更澎湃 更有体现这种爱国的精神吧 所以很高兴 所以我们就会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联系 和有感到一起 如何感觉到中国的活动 您感觉到今天是中国的活动 如何感觉到中国的活动 您感觉到中国的活动 您感觉到中国的活动 去支援他们 好的 你欢迎来 是从哪里来的 多伦多来的 多伦多 因为今天这个事儿 对每个华人都很重要 牵涉到我们底线被打破了 所以都来说句话 加大一个声音 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特别是让加拿大的媒体听见 不公正的媒体报道 是永远不能成立的 而且人心是不符的 这是最主要的一条 今天心情怎么样 今天心情非常有点悲愤的感觉 这是对 因为感觉你被 You're being You're being 被欺悟的感觉 因为他不跟你说公正话 你感觉很不舒服 没有一个人会很高兴的 所以来的并不高兴 没办法 非得要说这个话 本来华人是不愿多说话的 逼到头上以后 谁都会多说几句话 我觉得在这次活动中 可以充分体验到 中国人民的热情 和中国人民为了迎接奥运会 而准备的 和中国抵制西方的媒体 以不正确的方法来报道 中国和西藏的新闻 我70多岁了 我就是沃泰华的 差不多10年了吧 怎么想到今天来参加 您的活动 今天呢 是我最全 这个可以说是 全加拿大华人 对吧 这种对这个支持奥运的 一个盛会的一个大会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 以及加拿大华人和华裔 这个团结的日子 支持祖国啊 这个盛大的这个奥运运动 我们希望这个奥运动 起了这个 这个成功 也抵制这些啊 对吧 些不理解中国 对中拉萨 这个西藏 西藏这个事情 颠倒是非 对我们这个 来蒙蔽 世界人民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的 是吧 妈妈妈 怎么想到过来 这是我的孩子 我觉得呢 这次特别是小孩子 在国外生长 在这边出生长大 你应该让他这次多接受一点 这次爱国主义教育 从我自己的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 让他进行熏陶 我觉得从 从我自己做起吧 这次支持中国 支持一个中国 支持奥运会 One world one dream 不冷 热血沸腾 现在心情很激动 身为一个女学生 在伊瓜大厢 能够参加那么大的机会 能够支持祖国 支持北京奥运会 我感到很荣幸 祖国万岁 祖国万岁 我们是 我们是沃泽华的 沃泽华来的 欧忧的 那你怎么想来 来参加这种活用 就是 藏独这个事 是关系每个中国人的 切身利益的一件事 维护祖国统一 是为每个中国人 中国公民应该尽的 义务与责任 我想作为每一个华人朋友 都会支持 都会参加这种节目的 激动 为祖国感到就要自豪 支持中国 支持北京奥运 然后反对藏独 然后我爱中国 对呀 没有在国内就很爱国 然后出来就更感觉 更爱国了 然后对呀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些 加拿大华人好团结 让我特别的感动 就觉得 就是这边的媒体的报道 有些不太真实 然后就真的 他们报的都是 中国的不好的那一面 然后就让特别气氛 看到以后 然后我觉得中国人 能够团结起来在这里 就觉得特别感动 能够做一点 我们能做事情 抵制他们的不正式的报道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